早晨大家好,今集的節目是超級超級超級值得看的 為什麼要講三次呢? 我相信現在這一刻,就算吃龍族都沒有味道 不用說了,大家香港人面對最嚴峻的問題 究竟打還是不打呢? 24號殺到你了 不打,真的沒人能救你 沒得上班,沒生計,吃屎的 比起我之前拍《零二葉》《香港新生態》那一段影片所描述的 飯沒得吃,戲院沒得入,酒吧沒得喝 那個環境嚴峻百倍 我相信香港還有一群死硬派的 先不要理他們 這次我就在這段影片裡放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是非常好好的,我已經看了幾次了 真的懂得背了 我那些C Group就有人私信給我,這段影片哪裡來的 這次我特意加插這段影片 那我先戴頭盔吧 本影片並沒有含有間接宣傳 只適合三歲以上擁有正常智商人事收看 去片 按鈴鐺 我來游泳 不用我懂游泳的,謝謝提醒 強制要穿新衣的 一定要穿新衣才可以游? 很漂亮 現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予,很多人怕 穿不穿 我教游泳 游出生游到現在 游泳多於你吃飯 你知不知道一件救生衣對游泳有多重要 無論海有多大 水有多深 你都是浮的 你這件救生衣呢 你這樣說完全不合理 我是不需要穿救生衣 我是很多國際專業的教練牌 有教練牌 就一定不會餘利的嗎 那國際游泳比賽 不用請救生員當席 怕有意外 不是啊 難道找觀眾來救人嗎 但這裡是二同遊泳池 那又怎樣 你如何確保在沒有救生衣的情況下不會餘利 你不相信救生衣 我相信 但跟你說多次我是會游泳的 為甚麼你都不聽 你看看他穿救生衣之後多安全 那麼多錢水都要穿 你快點穿救生衣 你不穿的話會讓其他人都餘利 健救生衣真的那麼安全 不是真的 說的話他健救生衣已經安全 我還要穿來保護他餘利 不是吧 為了所有人的安全 我們強制所有人都要穿救生衣 那他們穿了一件救生衣一定不會餘利 不一定 但一定比沒有穿 他們有穿就行了 但要傳聞穿救生衣才不會餘利 總之我叫你穿就穿 說那麼多廢話幹甚麼 我來打算游個水 那...哪裏買 剛好我這裡有一件 你是賣救生衣的 是啊我很喜歡幫人的 你不斷叫周圍的人穿救生衣 而你剛好又是賣家來的 是啊為了大家的安全 那是不是一定要跟你買才行 似乎甚麼人 你覺得自己像不像雜片集團 不覺得喔我覺得自己在幫人 這段時間你應該賺不少喔 呃...不多幾千億而已 你看上次只是想賺錢多於想幫人 我這麼努力去幫人 浪費很多口想跟你解釋 找多少都是應該的 你再不穿救生衣的話 不要去游水 洗澡喝水安寮都沒有你份啊 我想來游個水而已 游了幾十年水 無緣無故要我穿救生衣 現在還要恐嚇我 不是恐嚇是事實 你再這樣堅持 大家都不用只要游水 你不斷叫人穿救生衣 又有人穿了都越厲害 你知不知道安全套 都不是100%避孕的 穿了救生衣 是大大提升你的生存機會率 要救你都容易救點啊 都說我是懂游水 交叉都游到啊 不管飛騙師 還是學師陪游 不游水都要穿 你越趕越聊喔 吹咪 你們可以怎樣咬我 總之我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 嘩...有人浸了 給他救生衣吧 混蛋 叫你穿救生衣的嘛 又不聽人說 你還在那裡拔給他 對啦 你抓住他在那邊 就在你旁邊而已 差一點點而已 你現在知道的效果啦 他沒有穿救生衣 是不可以下去救你的 撐住啊 我準備下來啊 不穿不可以下水的 就是因為你不穿救生衣 搞到人家現在愈力了 你現在不用想啦 立刻跟我穿救生衣 穿啦 那現在你就可以保護自己 和保護其他人了 等著 我們前兩秒改了一點規矩 你現在要穿衣服才可以下水啊 影片就看完了 是不是很棒呢 如果有朋友不喜歡看中文字的 不要緊 有個原裝正版的英文版 就在那個連結下面還有一條連結的 那就踢進去吧 看完大家有甚麼感想呢 一個游泳教練給一個推銷員 推銷三件救生衣去買 接著 保證了自己懂得游泳 潛水這個技能的 那就只有這件事 和我們現在這個環境有沒有關係呢 不如自己聯想一下 不如 但真的啊 我很佩服那個推銷員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要銷售這件事真是難過登天 叫我和尚去梳頭 還夠膽死可以銷售法納和護理套裝 如果反過來大家會不會做得到呢 但這樣啊 真是猜不到 現在真的是這樣的環境 現在我們面對著必殺技 那怎麼辦呢 那那些死硬派如何應對呢 但我反問一句吧 那你不是預料了嗎 兄弟 不是現在才害怕嗎 記得2019年 當年人家三罷 又阻礙人家上班 又堵塞道路 目的就是爭取民主和自由 現在到這一刻 這麼搞笑的 變成推銷員 很努力地游泳 懂得游泳的人去賣救生衣 究竟是什麼玩法呢 大家有腦的想一想 打不打其實是個人決定 你有本事的 有心理準備 可以不入商場 不搭車 有自己的本事找到食的 那不用我說你也會選吧 那我在這裡就不給大家答案 讓自己想 那吃多少穿多少 每個人都不同的 有些人一吃一餐都可以 有些人十層樓都不開心 大家對於生活的要求都不同 無論大家選擇了什麼都好 都無謂拖人落水 2022年 新的世界秩序 新的世界生態大家都要適應 正如你玩笨豬跳一樣 你不肯定那條安全帶 一定是穩陣的 況且玩過的一定有出個意外 你肯玩的就要承擔風險 那當然不會個個都這麼不幸 那真是這麼不幸 跌了到山崖 那都是贈你兩個字 那post上網 別人就打RIP 完的了 正所謂落得賭場就打死無怨 冤有頭債有主 24號就快到了 今天是11號 大家有沒有一種上營場的感覺呢? Veeman在這裏 都不要妨礙大家想這個問題 節目都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影片的話 麻煩你按下Like Share和Subscribe 之後我都會有多些有趣的影片可以上載 再補充一下 溫馨提示 疫情嚴峻 一天1100個確診過案 記得戴好口罩 在郊野公園範圍 看到別人不戴口罩 記得掩住口鼻 病毒由空氣傳播 記得做過高質素負責任 有公民意識的香港人 不說了,再見